接下來我們就來實際練習一下 當職棒靠近或遠離的時候 我所產生的職場跟我所產生的感應電流 來我們來講解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減流劑會偏轉 因為有電流所以減流會偏轉 我們講過國中生台灣的國中 減流劑是偏向正極的方向 減流劑偏向電流流入的地方 我們這個東西不能用背的 因為你的線圈繞牌不一樣答案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要靠理解 靠理解 好 現在一個N要靠過來 老師說想來不讓他來 要走呢 不讓他走 所以右邊要伸一個N 擋住他 然後安排右手定則 怎麼樣讓大拇指向右邊會伸一個N 怎樣 所以要表示電流這樣子流 所以表示電流從右邊流到左邊 所以減流劑偏向右方 減流劑偏向右方 OK 那如果現在是N的底呢 想走的 不讓他走 所以右邊要伸一個S 那麼安排右手定則 左手要是大拇指要這樣子握 所以表示電流是這樣子流 這樣子流就表示從左邊流到右邊 左邊流到右邊 所以我們的減流劑指向左邊 那如果S靠近呢 S靠近 想來的不讓他來 我就伸一個S 怎樣這邊會伸S 大拇指往左 所以電流這樣子流 所以減流劑指向左方 你就發現S靠近 S靠近 跟N遠離的結果是一樣 S靠近等於N遠離 這待會兒要講 待會兒要用 這是課本要做的實驗 然後我會說 所以S靠近就等於N遠離 那現在是S遠離 想走的不讓他走 所以我右邊要伸一個N 吸回來 攀陪右手定則 大拇指要朝右 所以要這樣子握 所以電流這樣子流 減流器指向右邊 你又發現了 S遠離等於誰啊 S遠離等於N靠近 S遠離等於N靠近 這個結果是一樣的 這個我說過了 我們當委會提到這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一條這件事情 OK 這裡有個影片 他有兩個圈圈 他哪一個木棒可以直接傳過去 因為沒有作用 待會兒拿一個石棒 你要注意 靠過來的時候被趕走 拿走都會被吸過來 這就是所謂的冷視定律 這就是所謂的冷視定律 我們 會需要 常常會需要 你知道 我靠過去的時候 是升N級還是S級 然後我講過了 想來不讓他來 要走不讓他知道 升SS 可是那電流方向 什麼方向 就我們交過了 如果你看上去 你看到的是N級 它什麼時鐘 我們交過了 看上去 如果是N級 又是什麼時鐘 逆時鐘 你看到的是N級 它就會是逆時鐘轉 那如果你看到的是S級呢 它就會怎麼轉 逆時鐘轉 所以你就可以 因為你知道它是N級或S級 你就知道它電流是怎麼轉的 然後就可以解決 考試所問的問題 所以 像N級看到的是 逆時鐘 看到S是順時鐘 這又是所謂的冷視定律 重點在 感應電流所產生的磁場 來抵消原來的磁場變化 然後於是後 你就可以判斷出電流方向 哪邊是N級哪邊是S級 可以知道減流計是偏哪一邊 就是 我們跟各位所介紹的內容